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龍鴨 今個星期地道級片就沒有了 因為那兩隻地道級太簡單了 所以我應該不會拍地道級片 我就是想說明星期一會出黑金 這隻八下不可以 而且會一起出 大家應該都猜到 只要出什麼黑金 它未來只差妖和機械 即是妖和機械都會有一隻黑金 下次可能會出妖或者機械 但一定會連著石蜂的守衛者 或者是蜂王一起的 那好啦 我們先看看它的技能 好 它的技能方面 隊長技是沒有用的 攻擊兩倍真的沒有用的 但是最重要是它的Active這個技 Active這個技是龍之力論 解除龍族成員的封鎖技能 那這個解鎖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在龍族來說 也沒有任何的卡片是可以解鎖的 即是在龍族來說 那最常用那隻五藩種族的神族暗妹 應該大家都有的 但是因為那隻CD很長 這隻多少CD 這隻5CD一次 5CD一次解鎖 但是那隻暗妹是10CD一次 一條 減5CD 即是一半的一個CD速度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這隻龍族 那它放在新的黑金裡面 也都很好 因為新的黑金是龍族 那這樣可以吃正的 那另外它就是龍功2.5倍 那龍功2.5倍 那我覺得你那隊傷害 你本身夠的 你加上2.5 你這些2.5已經解鎖 沒錯 那之後呢 它是燃燒敵技 那轉為我方生命 那你觸碰的時候 這個 為什麼會這麼熟 沒錯 它就是秦始皇的技能 來的 秦始皇又在觸碰火的時候 就是會 回血 那 那這一個就剛好呢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那另外它無視這個固定連擊盾 那固定連擊盾的話呢 應該我猜是那個發印的野怪 還是它那個... 對啦 是發印的了 那所以其實總體來說我覺得 這一隻呢 其實是挺不錯的 配新的龍隊來說 是真的挺不錯的 是 那這個是純粹我的個人感想 那如果大家 你是覺得 欸 好像說了一些東西 好像說 嗯 你這樣說錯 這樣說不對 這樣OK 沒問題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跟正我吧 好 今天要拍到訂閱 記得按LIKE 和分享這影片 我是播放影片 下次見 拜拜